昆明,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之一,是中国面向南亚、东南亚的重要门户。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不仅要承担世界级的会展服务,还承担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能——宴会。 宴会的意义并不是吃顿饭那么简单,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, 更涉及外交、文化礼仪等许多方面的展示及交流, 无论是大湄公和四区域领导人会议室的1340人每人每分餐指的大型国宴, 还是480桌的大型商务宴会, 更有让昆明人食指大动的地道过桥米线,均出自一人之手。 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宴会厅的厨房里, 王庆兴正在为一场即将举办的宴会而忙碌着。 对于他来说,宴会的关键并不只是通过高超厨艺制作出的可口佳肴, 如何把这些美食在一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宴会中呈现出来, 同样充满了挑战。 这需要一套心知有效的顺序流程和精准把控时间的能力。 人员怎么分工,菜品怎么搭配, 就一定要在它的这个有效的用餐时间内, 完整地把这一座宴会呈现给大家。 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流程把控, 标准的操作模式, 才能把这个大型宴会做好了。 中国宴会历史悠久, 独具特色, 上菜这个看似普通的环节, 却是另有讲究。 先凉后热, 先大菜后小菜, 先清淡后浓重, 再甘甜,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宾客的味蕾感受和用餐体验。 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王庆兴, 对这些早已胸有成竹, 游刃有余。 2007年, 当许多厨师还在苦练厨迹的时候, 王庆兴, 以兴一举拿下全国电视烹饪大赛, 全国总冠军金决奖的荣誉。 王师傅获得了本年度美食冠军的金决大奖。 当时参加这个大赛, 收获非常的多, 我们认识了全国的很多的民族, 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, 还有这个行业里面的知识。 王庆兴不仅对煎菜了如指掌, 而且旁通国内外各种菜系的烹饪技法, 他喜爱用云南山针在滇菜的技法上, 与国内外的技法融合烹饪出新派滇菜。 我们这个工作室有四大责任, 就是研发、培训、交流、带图。 每年大概会出到差不多60道左右的菜品。 胃无定位, 适口者针。 这是王庆兴评价一道菜味道好坏的标准。 也是他一直努力所追求的事情。 在研发新菜品时, 王庆兴都会认真记录下每个食材的信息, 每份调料的重量, 以及制作整道菜品的相关步骤和配比参数。 通过不断对菜品进行烹饪尝试和改良后, 最终制定出统一的标准, 再通过对厨师进行培训, 这样才能达到无论面对多少人属多大规模的宴会, 所呈现的每一道菜品都是统一的味道。 其实师傅在我们心里边已经是一个厨艺精湛, 行业的翘丑, 但是师傅还是觉得还是不满足, 一直在为云南的餐饮颠菜的发展, 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努力。 由于在行业中的突出表现和自身过瘾的厨艺, 王庆兴在行业内的造诣和荣誉也越来越高, 培训了厨师长、朱初等六百余人次, 带出行业徒弟近百人, 开发了上百道创新菜。 先后融获云南省无一劳动奖章, 中国颠菜高级烹饪大师, 云林首席济师等荣誉, 更是两度被中国烹饪协会宣派到巴黎和维也纳联合国总部, 参加制作中餐深移晚宴。 他从事我们这个厨艺公营有三十多年了, 那么作为他来说, 是我们整个营南省出自个中青年的救救者, 是我们整个餐饮盖现在的引领, 他不但创新我们的这个颠菜, 更重要的一条, 他在守望我们的传统颠菜。 虽然王庆兴有着诸多荣誉和头衔,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 那就是烹饪。 王庆兴的工作室不仅创作出了在昆交会、 南博会、国际旅交会等各类大型招待晚宴中, 受宾客们称赞而大受欢迎的菜品, 烹饪的高品质国宴, 还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高度赞誉。 深受老昆明人喜爱的老国贸传统过桥米线, 也让国内外食客垂涎欲滴。 正是这种所谓味蕾的雅俗控赏, 才让人们得到了舌尖上的难忘体验。 美食事务国界呢, 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, 通过我们做出来的菜品, 通过我们做出来的宴会,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兼菜的饮食文化。 无论是一场宴会, 还是一碗米线, 纷至踏来的宾客, 也许不会去探究每位背后的付出和故事, 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忘记, 用舌尖带走的云南记忆。